依据国家需要你们作为呼吁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防疫视讯记者会上 发布护理人员召集令 拜托大家踊跃报名 毕竟医疗还是专业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很多的退休医务人员 像去年一样 现在国家需要你们的 拜托大家 可以再出来 如果可以上线的话 可以即日期请来报名 一直到4月30号以为时 我们都有些有报名专线 就在这荧幕上面 每班5000块 除了医务人员以外 我们现在还很迫切需要一种人 就是 房屋清销人员 因为我们现在开了很多的 防疫专则旅馆 可是进进处置消毒 换床单 这些还是要人员 所以我们即日 要两种人 一个是医务人员 一个是 房屋的清销人员 都有 报名专线 那就拜托大家的 因为我们要建构我们的 整个防疫的体系 紧急需要这两种人 但其他有些志工的话 我们就 透过区工所 去报名 那个就 帮忙做一些比较 非技术性的工作 但是技术性工作 我们现在要需要这两种人 医务人员 还有 那个 房屋的清销人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国内本土新增个案持续创新高 北市广开防疫专者旅馆 集中检疫所等 急需专业的 护理人员协助与 房屋清销人员 签证每半8小时5000元 后者则是一天补贴1500元 报名日期 皆为20号起至4月30号 记者问讯台北报道